真的替我們的選手覺得很心疼 首先是林玉婷 林玉婷明明打贏了 對手是怎樣 輸不起是不是 輸不起就不要在那邊蹭林玉婷好嗎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比賽非常的精彩 女子57公斤級 那麼這次林玉婷真的很猛 5比0直接把他給KO掉了 全拳到位 土耳其的卡拉曼 那最後呢比賽他都已經輸囉 輸了之後呢 居然在場上比出這個X的手勢 暗示就是這個性別風波 因此被大家罵翻了 覺得說怎樣你輸不起嗎 網友呢在網路上瘋狂的批評 打輸才來質疑 你真的是完全讓大家覺得 很沒有運動家精神 不過林玉婷我們真的要給他大大比個讚 這次他扛住了這個性別爭議的壓力 他今天挺進金牌戰 他今天呢 已經是中華隊奧運全級的最佳成績 他也是台灣第一名闖進金牌戰的選手 而且呢有一拳是五個裁判 三個回合都給他滿分 不過心疼我們的選手 你知道選手最怕就是生病 要不然就是受傷 要不然就是壓力 這一次呢 其實他扛著這麼大的壓力 然後因為他感冒 所以上陣前據說他講話是沙啞沙啞的 不論如何 我們要謝謝林玉婷 今天呢在巴黎奧運這個奮力的一戰 也讓世界再次看見台灣 那接下來他要跟誰打呢 各位這個時間點 我們一起筆記起來喔 金牌戰 對手蠻年輕 二十歲 八月十一號 凌晨的三點三十分 金牌對決戰 他對上的是波蘭的二十歲選手 賽林梅塔 曾經擊敗林玉婷的菲律賓宿敵 曾經參加過波蘭審議會選舉 沒錯 他原本是要來從政的 所以這也是算是他個人的一個插曲啦 原本要來參選這個國會議員 但後來沒有選上 不過我謝謝林玉婷 這一次呢金牌戰 我們一定為你繼續的集氣加油 只是這一次呢 有很多這個 比如說包含他的這個四強的對手 賽後輸不起啊 比X啊 性別爭議 也引發了很多名人出來回應 包含了哈利波特的JK羅琳等等 都在攻擊林玉婷的性別爭議 還嗆說別拿馬鈴薯 證明石頭可以吃等等 好 現在到底體談 我們的TV手帽幫他說話呢 政壇聲援 像是立委許曉昕直接開嗆 要嘛是知道我們林玉婷太強 所以滿懷敵意 用這種奧伯來攻擊 要嘛就是只看幾張照片 就隨便評論 就連立委陳金輝也表示 希望政府可以繼續在國際上 全力聲援闢謠 這才是真正的有作為 我國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只要你是這個第一碼ABCD 這個是代表你的出生地 然後第二碼是一就是男生 十二就是女生這是先天的 那再加上奧運呢 他們有一套這個整個的機制 會去做這個性別相關的這個檢驗 所以既然林玉婷她通過了 能夠在奧運的舞台上面有所展現 那這就代表說她是一個合法合規的競選選手 對所以我認為現在在講這件事情的人 要嘛就是滿懷惡意 因為知道林玉婷太強了 要嘛有些人是看了幾張照片之後 就把性別氣質當成是男性或是女性 實際的生理特徵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是不妥的 我也有很多的朋友她長得像男生 她打扮得像男生 但她其實生理上的身份就是女性 對所以我覺得JK蘿麟她可能根本搞不清楚 林玉婷她的從小到大的背景跟生長情況 只看了一張兩張的照片 像男生就把她當男生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對的行為 昨天全國國人看到她被對手 用一個比較鄙視或是嘲諷的手勢攻擊 大家都憤憤不平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要繼續聲援她 也預祝她在金牌的這一戰拿下冠軍 那我會覺得說當然我們也希望 國際奧會可以繼續的幫她澄清 這種無中生有的事情抹黑網路霸凌 一直來難免對我們的比賽選手 造成很多心裡的壓力跟陰影 我也覺得很不捨她必須在奮力比賽的同時 還要面對處理這樣子的網路的抹黑 另外我也很希望說我們的中央政府 也可以全力的聲援她對國際做闢謠的動作 接下來今天晚上九點半 大家一起要在電視機前面 為我們的舉重女神郭信淳加加油 這一次她比賽的項目 女子五十九公斤級 但是勁敵真的是越來越強 但我們的郭信淳她自己也坦言了 她覺得這一次要稱後難度非常的高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她身上也帶著傷 不過我們還是為她加油 那另外包含了我們今年的跆拳道甜心 羅嘉玲 首輪戰黎巴嫩 我們也一起為她集氣加油囉 大家很希望 當然郭信淳很想看到她拿金牌 對不對 今天台灣時間 八號傍晚他們都要比賽了 那上一屆的奧運奪金的郭信淳 其實最大的對手 的確是有難度 加上她帶著傷 因為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大陸選手 羅斯芳 那這個信淳的家人 也在台灣為她遠距離的加油加油 那羅嘉玲則是要對戰黎巴嫩 那教練評估第一輪過關 應該是沒問題的 取重女神郭信淳 上一屆冬奧奪金完成大滿貴 刷新三項奧運記錄 她生涯最佳的抓舉 挺舉和總和成績 也都一度打破世界紀錄 今天晚上九點 她將在女子五十九公斤級 對戰她的勁敵 世界排名第一的大陸選手 羅斯芳 壓力是一定有的 兩人在哥倫比亞市井賽就曾經交手 當時羅斯芳敗給郭信淳 只拿下銅牌 不過在去年舉重市井賽 羅斯芳奪得三金 去年底還追平了 郭信淳保持的世界紀錄 被視為郭信淳挑戰 未免的最大障礙 郭信淳帶著腰傷出陣 家人將守在台東老家遠距離 為他加油 同一天出賽的還有台灣史上最高的 跆拳道女子選手 一百八十四點五公分的跆拳道甜心羅嘉玲 下午五點半出戰女子五十七公斤級十六強 對上黎巴嫩女將奧恩 兩人過去招手都是羅嘉玲勝出 教練評估只要羅嘉玲的腳傷不要有太大影響 首輪過滾應該不難 前面看了很多中華隊的選手們的比賽 也很心疼啊 也希望後面出賽的 我們可以也為他們一起努力 動作也好 喪事的方面也好 一切我們都是往還不錯的方面 希望我們的成績能超越上一屆 羅嘉玲出身跆拳道世家 三年前才十九歲 第一次出賽奧運就一舉奪頭 接著兩年市井賽連續渡贏 去年成都市大運 亞運也都拿下銀牌 不過他過去一年左腳疲勞性骨折影響 已經八個月沒參加國際賽 正回巴黎奧院羅嘉玲和郭信泉 全力以赴 挑戰為中華隊再添獎牌 記者潘正賢中成良草廷海採訪報導 好 再來拿金牌有金牌的煩惱 這個王麒麟昨天一回來台灣 那在桃園的這個棒球場 然後為啦啦隊女友陳世元站台 不過呢金牌男霜回到台灣 當然他們一舉一動都成為焦點 那兩個人據說啊 家裡樓下都擠滿了大批的粉絲 守候 讓王麒麟忍不住發文 拜託 大家給他一點私人空間 他說連出門都有人跟著 也讓他覺得這樣子 哎呦 太 整個私人空間隱私都沒有了啦 特別來賓一出場全場大暴動 王麒麟一身粉紅T-shirt驚喜現身桃園棒球場 現場球迷還到最高點 一大群粉絲高高站起拿著手機狂拍照 王麒麟也親切揮手大招呼 欲求選手現身棒球球場都是為了愛 七號晚間台綱對戰樂天 王麒麟女友詩緣陳詩緣就是樂天啦啦隊的成員 台下男友雙眼充滿愛意 甜蜜氛圍藏不住 其實上午王麒麟才剛搭了14小時的飛機 從巴黎返台 還沒來得及調整時差 馬上就位女友站台 引以來部分酸民質疑 王麒麟便在臉書PO出一家五口的合照 十元身穿居家服超自然融入王麒麟一家 網友海帆敲碗是不是好是近了 王麒麟透露接下來他將休息幾天 下週就會回歸訓練 也呼籲粉絲給一些私人空間 因為一出門就有人跟 還滿可怕的 鞭炮聲洪天巨響 粉絲擊爆李楊住家樓下 咬著國旗歡迎他回家 剛回台的李楊馬不停蹄又要出國去 罕見的在社群媒體PO出和女友合照 開心閒下人生第一次出國沒有帶球配 觀望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也特別在臉書發問談到 今年父親節適逢2024奧運 中華健兒林楊佩的爸爸一定倍感光榮驕傲 打出好球的他們讓人看得熱血沸騰 驚呼連連 地訣盤建人曾問您台北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